我们继续来看 那讲到佛涅槃啊 就不在这个世间了 那用世间的说法就是去世 就是离去这个世间 众生是生死死生无限的流转 佛法常说的说法 叫做长叶轮毁 那么正觉而得就禁解脱的肚虐法 又是怎么样呢 那我们先说解脱基本上 那么阿罗安得解脱 通常都会这么说 我生已尽 就是解脱就有解脱之见 自知自见我生已尽 我这一生是最后生了 再下一生没有 那这个是阿罗安才这样 出狗二狗三狗都还有 三狗还有一次 二狗还有两次 出狗还有七次 就 就才得解脱 那他就不能说我生已尽 所以这个阿罗安有解脱之见 真正解脱的我生已尽 犯恨已尽 就完全清静 犯恨是清静的 就把烦恼断尽了 那么所以再也没有了 确确就是彻彻底底 确确实实的正见无我 出狗虽然断生见 但还没有那么确实 究竟的 把这个我见我爱断掉 还没有 所以出狗还有贪生吃 三狗都还有 断了 断了御滩 都还有涉滩不涉滩 所以这个都还没有 那么因为还有烦恼 就还会有生死 有生死 就会有受报 有报生 就会有苦 就算你生到非常非非想 那么也还有生死 也还会受苦 所以 我生已尽 犯恨已尽 已经清静恨了 烦恼都断尽了 所作已犯 应该修着都修完了 所以他叫做无学 不用再修了 但是这个如果从佛陀 从菩萨道来讲 他还没有就进 如果从菩萨道来讲 我们这个涅槃 涅槃的定义 从印度到佛陀 佛陀从布派到大成 涅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好了 这个涅槃的定义 涅槃的定义 那么 如果从 这个是佛教的 他分成有与涅槃跟无与涅槃 那如果是 那么真正的涅槃 那么 印度外道 印度的世间 或是外道 印度的世间的人 世间 世间 世间防复 那印度的外道 这是印度的 从印度的 这个都是印度的 因为涅槃是印度的 世间的防复 世间的外道 外道 沙门 波罗门 这外道 那外 世间的防复涅槃是 他涅槃就是 苦的洗面 所以 印度的防复就是 憲法 憲法热注 他就是涅槃 那憲法热注就是涅槃 那憲法热注里面 五欲的满足 他是涅槃 五欲的满足是涅槃 比如说肚子饿 肚子饿 很苦 饥饿 所苦 他吃饱饭 涅槃 摸摸肚子 涅槃 那早上涅槃 中午 又开始苦 中午说一天可以涅槃好几次 口渴了 那么很苦 喝了水 涅槃 这是苦的消除 苦的洗面或消除 他就叫涅槃 民间的他是这样 那印度外道的涅槃 外道的涅槃 基本上 四常八定 他是涅槃 他有时候 他基本上 你说非想非非想 像佛陀的两个老师 修无想定 或是修无所有触定 非想非非想定 他也认为是这个是涅槃 他就认为那个就是涅槃 所以这个是外道涅槃 外道的涅槃 那么他也是 这个也是类似像宪法热注 但是他基本上 他也还是宪法热注 但是他是心 心进入到一个极境的境界 那个通常是四无色定 会以四无色定为涅槃 或者也有以四常为涅槃 这个是外道的涅槃 那这个是世间人的涅槃 这都是指印度的啦 世间的涅槃 外道的涅槃 那么好 那么佛法里面小圣的 我们把它分小圣 小圣 就是佛陀刚开始 这有分小圣好了 小圣大圣 那小圣的涅槃 基本上就是这里讲的 就是最初说的 就是有余涅槃 跟无余涅槃 那有余 就是有余一 基本上是余有这个色身 因为涅槃的定义 就是苦的洗面 苦的洗面 但是佛法的涅槃 跟印度的涅槃不一样 苦的就近洗面 本来是苦的洗面 那你吃饭 你饥饿会苦 口渴也会苦 生病也会苦 你打喷嚏也苦 那你感冒也苦 可是你吃了感冒要有涅槃 就这样 这是印度外道的 是印度的民间的 那印度外道 激进 德禅殿 心没有动乱 他也认为是涅槃 那佛是苦的就近 洗面 就是这个苦 洗面之后不会再有 而且不是苦的就近洗面而已 就是他原来是苦的洗面 但是佛的涅槃 佛的涅槃跟外道的涅槃 最大的差别 就是一切苦 他不是一个苦 很多苦啊 那你饥饿也是苦 口渴也是苦 生病也是苦 那么没有钱也是苦 那么这些苦 不管是什么苦 一切苦 所以佛法的涅槃是 一切苦 不是洗面而已 是就近洗面 洗面之后不会再起 不会再起 那这个是佛法的涅槃的定义 一切苦的就近洗面 那印度基本上是苦的洗面 那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这里又分 所谓的小圣大圣后来的涅槃又不太一样 那么这个 所以阿罗汉的涅槃不是真正的涅槃 这佛法经就讲300里跟500里嘛 他还没就近嘛 那一般来讲我们说的涅槃 阿罗汉经的涅槃其实就是 他是无违法嘛 他不是无常的 所以后来大破裂盘间大圣的涅槃讲 惨热我尽嘛 那但是他就是惨热尽啦 但不是那个我 但是我是指自主的意思 那么所以有余依涅嘛 余有这个色身 那么色身一定有老病死嘛 那他一定有苦 他苦于这个生命的老病死 只要有色身有生必有老病死 那这个是不能避免的 有生必然有死 你要不死 不老不病除非不生 所以佛法讲无生嘛 所以涅槃是无生啊 那基本上 没有生就没有住意面 生住意面嘛 那所以他叫做无违法 他叫做无违啊 那有违就是有生住意面 照做的嘛 延起的嘛 好 那么无依涅槃 就是灭一切苦 那这个只是灭身苦而已哦 因为他余有这个色身 所以生还有老病死有苦啊 但是心呢 心已经不苦了 心已经不苦了 所以阿罗汉基本上是 身苦心不苦 阿罗汉是身苦心不苦 那没有正阿罗汉以前 身苦心也有少少的苦 烦恼意的他基本上就会苦 有我就有苦 好 那么无依涅槃就是 灭一切苦就没有这个色身 这个色身没有了 再也没有了 你说他去哪里 他没有去哪里的问题 等下来讲 那么 所以这个是灭盘的一个 那么灭一切苦包括生苦 包括辛苦 那么不再受后有 那解脱我身已尽犯恨以利 所作与伴不受后有 就不会再有生 有就是不会再受生了 这一生是最后生的 这一生是最后生的 不会再有下一生 我身已尽不受后有 那我身已尽不受后有是因为 犯恨以利所作与伴 这一生是最后生的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我身已尽 不是这个身 就是这个身 我身已尽 不受后有 这一生是最后生的 那下一生不会再有了 那么是因为你烦恨断尽了 应该修的戒定会都修成 是这样 那你自己知道 自知自见 所以叫做解脱之见 解脱就有解脱之见 那这个是 这个是所谓阿兰基里面的涅槃 那到大圣的涅槃 到大圣的涅槃 就认为阿罗汉的涅槃 阿罗汉所谓的无语涅槃 不是真正的涅槃 因为他还不就近 为什么他还有习气 那就是他还没有真正就近 所以到佛的涅槃 无语涅槃不是就近涅槃 所以法华经就说他是三百零 那佛的涅槃才是真正就近涅槃 所以佛的叫做大波涅槃 佛的叫做大波涅槃 波就是没有语 无语 那么阿罗汉的叫做波涅槃 这不一样哦 阿罗汉的是波涅槃 阿罗汉的是波涅槃 波涅槃就是无语涅槃 那么佛的是大波涅槃 那法华经说这个是三百零而已 还没到就近 目标是五百零 所以他还要怎么样 还要再修 那依法华经的他基本上就是回小向大 而且一定要回小向大 但是波涅槃就不这么说 波涅槃你证了涅槃 你阿罗汉证了无语涅槃 就叫做娇崖拜祟 你不可能成果 你已经不可能成果了 所以这种就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说法 波涅槃是顺着不派的说法上来的 就是你已经证了涅槃 你就把烦恼断尽 烦恼断尽就不再受身 不再受身 你必须有机会输 不能再圆满 因为你不再受身 你要怎么修 所以他叫做 他叫做灰身敏智 驾崖拜祟 所以菩萨 菩萨要忍而不振 要流祸论身 就开始讲这种事 那当然到底是怎么样 那么就是有法华经的说法 法华经的说法 跟菩萨经的说法不太一样 那到了后期如来账 圣满经的说法又不一样 你本来就佛 你本来就佛 没有不成佛这件事 没有不成佛 本来就佛 每个众生都有佛性 本来就具足 哪有不成佛的 只是已经成就和未成就的佛而已 因为众生本来具足 那么一切如来的功能是已经具足 你成了佛也没有多加一分 你成为众生也没有少一分 他不过就是恢复本来的清静而已 所以没有不成佛这件事 所以这个我们稍微要分别一下 那这个涅槃就佛法里面讲 这个波涅槃跟大波涅槃 这三百零这五百零 这法华经讲是要等 就是涅槃的概念有点不太一样 就变成是圆满 真正的圆满究竟的 究竟的 那我们看 他讲他这里在讲 涅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瞻眼对伯且总说 他说不可说如来时候是有 也不可说如来时候是无 也不可以说亦有亦无 也不可以说非有非无 都是不可以这样说的 因为印度基本上把一切现象分成有无 亦有亦无非有非无 叫做四句 那一般的人我们就不是有就是无而已 都不可以这样说 所以这个叫做十四无忌里面的其中一种 十四无忌 世间有边无边 如来时候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那么 死后怎么样 唯可说 唯 不可思说 那这个最应该断在哪里呢 究竟涅槃 那时候涅槃是超越的 不能以世间的存在 我们先看在下面的解释 不能以世间的存在或不存在 存在就是有不存在就是无 存在是一种有的状态 有就是一种存在 叫存有 那不存在就是没有 这不是分别语言可说的 所可及的分别语言就是失色 失色不可失色 这不是分别语言可以说的 只能说 无限的生死苦婆 是究竟的解脱了 就是究竟涅槃 这个罪要断在这里 你会看 唯可说唯不可失色 不是 那是这样 他的原文是这样 他说什么是无忌涅槃 必尽即尽 究竟清了 隐莫不现 其实涅槃有很多形容词 阿兰经的形容词都很短 那么唯有清静无戏论 戏论就是意想分别 分别意想概念 通常他会讲 离文字相 离言语相 离心言相 那是文字语言 那么不是文字 不是言语 离文字相离言语相 离心言相 也不是你心里面分别思维 就是分别思维 那么这个诗色就是 诗色就是明言诗色 用一个概念 或用一个形容词 用一个语言 来说明他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涅槃不是世间人可证的 那你没有体验过 你没有真正见过 你很难说出 不是世间有的东西 你要用世间的语言来描述它 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后来就叫做为正乃之 你没有办法 假设 假设 但是一般的人叫做下虫不可与兵 伸展在夏天的虫 他从来没有遇见过忍 你很难描述之 那个忍的感觉给他知道 就没有办法来讲兵的状态 那井底之蛙不能说大汗 那个经验你很难跟他讲他知道 好 那么所以隐末不屑 唯有千见无戏论体 这是他的体现 如是千见无戏论体 大概讲 不可未有 你不能说他存在 你也不能说他不存在 不存在就断灭了 也不能说他亦有亦无 也不能说他非有非无 唯可说为就进涅槃 那不可施舍 唯可说为就进涅槃 所以他这里就是说 只能说 那他是彻底的解脱究竟 那么熄灭一切苦 所以 他说生死苦破 因为涅槃的 涅槃的原始含义就是苦的熄灭 涅槃的含义就是苦的熄灭 那么所有的苦都从生死中来 所有的苦都从生死中来 有生必有死 生死之间必定有什么 老病 老病 验证为爱别离求不得 种种这些苦 那么这些苦都是因为 这个无常 就是生命 五蕴不断的在生住灭生住灭 五蕴赤胜而来 所以 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叫做八苦 五蕴不断的在生灭 所以苦里面最主要的是行苦 所以有弟子就问佛啊 那佛你曾经说有三种苦受 热受苦受不可不舍 这是苦受热受不苦不热受 那你又说 世间唯有苦受 唯有一受就是苦受 那到底是三个受还是一个受 你说世间是苦 那世间也有热啊 世间唯是苦 唯是苦受 所以三法应如果再加一个 诸受是苦就变成四法应 那到底是三受还是一受 佛就说三受是从苦受热受不苦不热受 是一般人说的 从究竟义来讲 无常义来讲 唯有苦受 所以他就有苦苦坏苦辛苦 辛苦就是因为诸行无常不苦 所以无常不苦啊 是从这个地方说的 好 那涅槃 涅槃就是生死苦破的彻底熄灭 一切的 一切的苦 无限的生死 就有种种的苦 那么这生死之中有一切苦 有种种苦 所以涅槃是熄灭 究竟是彻底熄灭 所以他讲究竟涅槃 究竟涅槃 苦的究竟彻底的熄灭 这个是解脱 只能说 唯可说为究竟涅槃 那没有办法施舍 语言 语言分别 分别就是概念 心的源 就是离心原相 心的概念 文字的描述 那么您能够知道的 这个我们稍微知道这些 好 那么翻过来 我们现在讲到佛法的重点 这里 这一节是佛法的重点 就是我们整个佛法 这里是重点 就是佛法里面的重点 就是中到正法 那后面就开始讲历史 那这个是思想里面 核心的部分在这里 佛法中的核心思想 都在这一节里面 好 我们等一下看 所以这一节很重要 他不外乎就是缘起事定 中到无我 就这四个核心而已 那无我是核心 因为我见我爱 是生死的真结 所以无我是解脱的关键 那无我要什么 什么第一个 第一个什么是无我 第二个怎么责得无我 那这是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第一个什么是无我 因为你已经确定 我见我爱 是生死的真结 所以离我见断我爱 那么才是其中的关键 所以无名所赋 贪爱所欣 长夜沦违 不知苦之本尽 那么这个无名父 贪爱戏 使生念还受 还受他生 就是还要再受 还要再有生死 那么因为有无名贪爱 所以受得此 此五蕴之生 有氏之生 有这个氏的五蕴生 那么无名断 爱结贱 那么就不再受生 那重点 无名就是有我爱 有我贱 无名就是不知无我 因为不知无我 有我贱 就会生起我爱 有我爱 就会推动身口去造作业 有业 就会感召生死 有生死 就会有苦 自己佛法是这么说的 所以你必须要把 从我爱断 或从我贱断 那么我爱如果断了 我贱薄也就断了 我贱如果断 我爱就不生了 那所以或者 或者直接从我贱断 或者要从我爱 贱斥断 那我爱我贱是一体两面 我爱没有 我贱就没有 我贱没有 我爱就没有 那所以基本上 叫做无名贪安 但是以我贱为根本 以我贱为根本 那我爱都是从六根对六层而起的 我贱也从那里起 但是我贱直接从身心的关照 无欲无我下手 那么断我爱的话 直接从我所就是六根对六层 在五欲 因为你的贪嗔 都基本上都是从六根对六层 产生五欲追求 那么可爱不可爱的境界 可意不可意的境界 生起贪跟乘 从这里 这里是基本上从我爱下手比较多 好 那当然从六处里面也可以知道无我 从五欲里面也可以知道无我 好 我们底下来看 那说世尊 这一节叫做中道正法 那中道 中是正确的意思 中是正确的意思 那么中正如实之道 如其事实正确的 那后来那错误的就是两边 错误的是两边 那这个错误的两边基本上 是有跟没有的两边 有无 有无跟生面 基本上是一样的 长断意义来去 后来就变成所谓的八部中道 那这个中道我们说主要有三个 一个是佛 主要是佛魏嘉瞻言说的 有因有言世间极 有因有言世间灭 那么正见世间极者 不生世间无见 正见世间灭者 不生世间有见 我们把这个说 我们把这个讲一下 这个上次好像有讲过 有讲过也没关系 我们再讲一次留课 这个中道 讲到中道正法 我们先了解这个中道的概念 那中道当然也有很多种解释法 那中观就是中道如实正观 现在流行的中观 其实是以中道为主的 中道如实正观 那么中道是中正如实之道 我们先讲中 中其实是正确的意思 正正确 正确无误 不偏不语的意思 正确无误 不偏不语 那么他就是离两边 就离两边 两边是错误的 两边就是错误的 所有的错误的都分在 都可以说不是这边就是这边 不如实叫做不如实 所以中正如实之道 其实就是跟事实不符 不如实 所以中正如实之道 这个道我们说有道理有道路有道德 道理跟道路 这是方法 这是方法 正确的方法 跟正确的内涵 所正义的内涵 那么一般我们讲中道 通常 通常主要是三个 通常主要是三个 那为五比丘说的 最初为五比丘说的 就是离长段两边的 这是一般的离长段两边 离长段两边 长跟段两边的 这是印度常有的 那为家瞻眼说的 那主要是这个 为家瞻眼说的 是离有无两边 五比丘不是 五比丘不是离长段两边 离苦乐两边 讲错了 苦乐两边一开始 当然也为五比丘 讲离长段两边 但是他最初是 讲的 最初说的 最初说的是离苦乐两边 这是修行的方法 不可以着苦也不可以着乐 这个是离苦乐两边的中道 那为家瞻眼说比较有人的是离有无的两边 有跟无的两边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主要是这个 主要是这个 然后 然后为二十一耳说的 为二十一耳说的 这个是里面比较有名的 所谓的中道 为二十一耳说 那后来所谓生灭长段意义来去 这是为比丘说的 但是我们主要讲主要是这个 有无 有无就包括所谓的八部中道 龙树把他结集起来 这种包住 那是为其他比丘说的 那最初最初 为 为这个 为这个 吴比丘说就是 讲中道正法 这里等一下会讲 后面有 就是佛陀最初讲的中道 为 吴比丘 因为吴比丘认为 你放弃苦情就是放弃修行 那当时的印度不是修苦情 就是修热情 那这两个不对 这是沙门普通门 好 那么为二十一耳说的 这二十一耳说的是 离 急缓两边 急 这个其实是修行的态度 心态 急跟缓两边 太急了 像条弦一样 那弦会断 神经会疲累 会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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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二章经里面 也有讲到这个 太急了 身心会疲憊会断 太晚了 谈不住生日 要不急不缓 急缓两边 这个大概 我们记这个就可以了 那这个为家章演说 后来 后来 这个阿娜 引这个 为禅陀说 八部中道 那这里 离有无两边 后来为无比丘说 就是八部中道 那这个是所正的内海 离有无两边 这个是修行的态度 离急缓两边 这个是修行的方法 离苦了两边 那这个是所正的境界 那八部中道就是这本身面 长断 一一 不一不一 离一一的两边 不一不一 不来不去 就是生面长断一一来去 好 那就变成是八部中道 那这个 这个为 为家章演讲的 有因有缘 基本上 这个是缘起 所以叫做缘起中道 缘起中道 生面长断一一来去 这我们知道就好 缘起中道 缘起 此故比 有因有缘事件 有因有缘即事件 有因有缘事件面 所以要如实正知 如实正见 正观正见 正见 世间集 你要正见这个 正见有因有缘事件集 等一下 正见世间集 就世间的行程 一件事的行程 一个东西的行程 一个现象的行程 那么正见世间集 那么正见世间集 不生 因为有因有缘就有 他行程 出现 发生 行程 出现 发生 存在 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世间有三种世间 三种世间 一般来讲 福运世间 主要是有情世间 跟国土世间 有情世间跟国土世间 那这个是供业 这个是正报 这个是医报 那么有情里面三界六道 三界六道 所以三界六道的世间不一样 天上没有黑夜 那么第一 没有白天 轨道 这是昏暗的世间 这不一样 那轨道的世间 都是农雪的世间 天上的世间 都是七宝流离的世间 那这个是供业所成的 那三界六道里面 那么这个是旧人来讲 旧人来讲 三界里面的人 有无印世间 有身心世间 那么你发现 这个是一切的现象 就是世界 这是世界的现象 那么有因有缘 世间它存在 这种现象的存在 形成出现 那么都是有因有缘的 那么消失 这种世界的消失 那么 那么没有 不存在 那么都是有因有缘的 所以正见世间 几者不生世间 你就不会觉得没有 不生世间无见 因为它因为这样而存在 你不会落入断灭 这个是断见 那么正见世间灭者 正见世间灭者 不生世间有见 因为它并没有一个很常独立的自体 一直存在 没有 它随着因缘 随着因缘生 随着因缘面 刹那生 刹那面 这当中没有一个实体 那么主要是我 主要是这个无印身心 所以 主要是这个 所以才会叫你照见无印皆空 照见无印皆空 那无印皆空里面 主要是无印这个人 无印这个人是无我的 那合合成无印的一个法 是无我的 所以叫做空 那基本上就是无自信 讲这个 好 那么这个中道里面 那正见 有印有缘世间集 有印有缘世间灭 有印有缘世间灭 那这个就是缘起里面 所以缘起跟中道是一样的 缘起 中道世地 无我 这核心 有印有缘世间集 世间有三种世间 那所以世间这样形成 那世间主要是五印世间 那无印世间就是人的生死 那么我们刚才讲 唯有苦 生老病死 唯是苦 所以世间是苦 那么苦是怎么形成的 世间集 苦是怎么形成的 国土世间 无印世间 友情世间 三界六道 这些是怎么形成的 那重点是 我们这个夜报生怎么来的 这个生怎么来的 那这个夜报生因为有生死 刚才讲唯是苦 所以涅槃呢 就是这些苦没有 就不受后悠 就没有生了嘛 那要怎么样 他是怎么来的 他是由一夜来的 一夜沦迴嘛 三界六道 三界六道沦迴啊 沦迴那你现在做人 五印 那么他是 那还有死啊 死后又沦迴啊 不同的国土 不同的山 不同的众生 不同的国土 那么沦迴他就是苦 所以这个叫 因为无常他就一定有生死 所以就变成苦是怎么来的 一夜 一夜沦迴啊 那夜怎么来 夜从烦恼来 有烦恼就有夜啊 那烦恼主要就是什么 无名跟贪爱啊 无名跟贪爱啊 那无名一定会产生贪爱 贪爱一定是因为无名 那无名是什么 不知乎我 所以重点就在无我 那有因有缘世间极世间形成 有因有缘人出现了 有因有缘生命出现了 有因有缘苦出现了 有因有缘沦迴出现了 所以这个有因有缘世间极苦跟极 苦 这个是因苦因所以苦极 这个是苦果 苦果是什么 苦果就是三界六道 我们现在是人 有生死就有苦 所以他这个是苦果 那么人怎么来的 从夜来的 从烦恼来的 所以烦恼夜是苦因 苦极 有因有缘世间灭 那灭就是什么 灭就是涅槃 刚才讲的灭槃 灭是涅槃 涅槃就是一切苦的熄灭 一切苦的究竟熄灭 那灭槃怎么来 怎么样能够灭一切苦呢 必须要有灭苦之道 灭是涅槃 灭是涅槃 那么有因有缘世间灭 这个苦苦灭 苦灭苦灭 苦灭是涅槃啊 灭槃刚才讲 苦一切苦的究竟熄灭是涅槃 那么灭苦必须要有灭苦的因 有因有缘啊 灭苦的因缘是什么 是什么 如果因因是什么 因是涅槃 有业求轮回 那为什么会造业呢 因为有烦恼 因为有我见我爱 那根本来讲就是我见我爱 那 为什么可以解脱有慧 有慧 那怎么样有慧 要有定 所以定慧就可以得解脱 那基本上就是有肉 有肉的原因果 无肉的原因果 无肉的原因果 有肉的因果跟无肉的因果 所以这个叫做四滴 苦疾 这个是灭 那么有因有缘 这个就是道 那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就是什么 苦因 疾是苦因 苦因就是这些环瑙叶 那这个是热涅槃的因 就是什么定跟慧 那定又从戒来 就会变成戒定慧 叫做三无肉血 是讲这样 好 那么这里就是苦疾灭道 所以四滴 所以缘起又是四滴 缘起又是中道 那么这些 就是我们讲缘起 四滴中道 都在讲什么 讲无我 所以这个是佛法的核心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一开始 讲中道正法里面 我们先把它稍微做整合 因为我写的比较乱 但没关系 大家就去 听久了 你我不写 你也知道了 慢慢听慢慢想 课本上都有 先把它说出来 我们来看 来看 这个是先 还没讲之前 还没讲之前 先跟大家说 做一个 比较整合的介绍 好 世尊本着现等觉的自证 那么为人类说法提供了不共世间的正道 所以这个叫出世间 这是解脱的方法 那么他是自证的 这是自己证的 好 那么佛法不是重信仰的 他力的神秘的学问的 好 那么这个点出了现在的佛法 基本上都是信仰的 养性的 就是神教式的 只相信佛 佛说这样就是这样 你也不理解佛到底是 怎么样会这么说 那么他力的 特别是现在 都是重他力 就念佛 然后就求佛接引 然后拜佛 就请佛加持 就这种 基本上就是 那么佛修的功德 你透过一定的仪式 尤其是念授 尤其是观想 尤其是拜参 尤其是解手印 你就能够获得佛的功德 这个都是一种他力转移的思想 这佛法不是 这其实佛法不是 那么你只要相信就好 你不用想太多 不用问太多 不用学太多 这个是信仰的 那相信佛的力量 那么相信菩萨的威得力 求男得男 求女得女 求富贵得富贵 那么这一些基本上 都是信仰的他力的 或者叫做神秘的 神秘就是你也不晓得 会发生什么事 或是你也不晓得 为什么会有功德 那或是 就是说像密教就很多这种 我说你持个咒 持咒基本上 持咒基本上 就符合这三个 叫做信仰的他力的神秘 你很相信你念了能言咒 你就可以灭五逆十二 你犯了四根本罪 那不通忏悔 那么念了能言咒 就可以忏悔了 你就相信这种 为什么 咒语本身的力量 那咒语为什么可以有这种力量 那是从佛的至心流入的 他是怎么完全这种力量的 不知道 叫做不可思议 那这种都是什么 信仰的他力的神秘的 这是一种 这是宗教形态比较常见的 我们的法会 我们大部分的法会 你看就是信仰的他力的神秘的 你拜完这一步唱 你的罪就消了 那你拜完这一步 你参加这个法会 你的祖先就超度了 那还没有超度的 那么也得到利益了 都多升天啊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 信仰的他力的神秘的 那到底有没有 你也不知道 那你念完这一步经 你的功德就成就了 那到底什么是功德 功德到底在哪里 我什么时候可以领出来用 你也不知道 你看不到 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成就的 你也不知道他是有没有 但你虔诚的相信他是有的 这就是五行元后剥皮 到底有没有保佑 你也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靠烧香就能保佑 你也不知道 但大家都这样做 从以前到现在都这样做 那些有修行有询问的人 也都这样做 所以你就相信了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信仰的他力的神秘的 这个是一般 一般 宗教不是这样的 另外一种就是学问的 这两边嘛 一样是两边嘛 你看这里就分两边了 信仰他力神秘的 这一般的道场的法会 都是这样的 另外一种就是 他不相信法会 但是他去研究 种种的学问 像布派里面 这个法分析分析到最后 这个哲学 那个哲学 这个布派 那个布派 那这样研究 那样研究 研究到最后 种种的学问 越来越形而上 越来越深奥 那因为太过学问了 太过深奥了 其实你也不太容易知道 他到底在说什么 那么修也不容易修 天边的彩虹看起来是很漂亮 但是你也不知道 从哪里可以走上那个桥 你没有办法摸不到看不到 就感觉到他很漂亮 就这样而已 那你这些佛法用不到修不上 就感觉到他很深奥很殊胜 如此而已 那这样也没有这样也没办法 这个也是两遍 这个也是两遍 偏向世俗的宗教 偏向 偏向 形而上的 世间的学问 又不是在世俗的宗教上 他里的信仰神秘的 就是在世间的学问上 形而上的 那么也就是深奥的 难以理解的 你读了那么多 你也不晓得 那现在下手处在哪里 那现在我第一步要做什么 第二步要做什么 你不理解啊 那很多很艰深 艰难深奥的名相 你都弄不清楚 你都弄不清楚 那何况是 那修行的次第在哪里 你也不知道 但是你几十年就埋头在研究这些 那所以这个 这个 但是真正的佛法不是这样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 我们现在就是两边 那比较有学问的 高级一点的 走向学问那一边 那很明显的就是什么 现在所谓的大圣三思 研究维士 研究忠观 研究如来藏 初期的忠观 后期的忠观 月称的轻变的 武左的维士 玄奘 武左的维士 世青的维士 护法的维士 玄奘的维士 各个部派 今部有部 讲 你去看 你会发现到太复杂了 那么已经是比较学问式的 已经非常学问式 日本人后来就有一派 日本人的佛教基本上就是这样 你看他们的那个净土宗 净土真宗 密宗 天台宗 非常神秘的 你像那个天台宗 后来清醒日连宗 那么念南无妙瓦连瓦金 那就可以成佛 那净土宗 你不用信愿邪 你只要相信 念南无阿弥陀佛 甚至你不念没关系 你只要相信 你就可以往生 就算五逆十二也可以往生 讲到最后就是这样 那么你看这个就是什么 信仰的 神秘的 他力的 那么 这些就是一般的宗教 那么学问的 你看他研究 研究那么多 这个思想 这个什么 这个思想 这个是什么 在说什么 可是他也不会去修 他也无从修起 你看 研究为师的 谁在修五从为师观 没有 研究华眼的 你说真的就照华眼的 那样的观想去修吗 是 是无碍 是无碍 李无碍 是是无碍 李是无碍 有几个修秀 到最后大家统一 不管是华眼中 天台中 为师中 禅中 都是往生求生进度 最简单 那你看 这种 这种其实就是说 你没有真正理解 佛法的核心是什么 那么你要不偏向世俗的 宗教的 就是偏向 学问的 形而上 那这两个 其实都 不是佛法的核心部分 佛法的重点 在于 第一个 你听得懂 第二个 你听得明白 第三个 你能够一知修行 第四个 你修行之后 你的身心能够获得千见 你的烦恼减少了 你的智慧增加了 重点就在这里 他并不是知识 知识跟智慧不是两个层次 不是同一个层次 他是两个层次 知识不一定可以变成智慧 就好像四字不一定明理 认识字不一定懂道理 这书每一个字都知道 道理讲的知道 但是他不一定能够一知修行 能够不一定真正完全明白 就算他明白他在讲什么 他也不一定照着做 所以佛法叫做施亦流之 要先听了解 听文正法 然后要真正明白 要真正明白 如理思维 要如那个理 要如实知如实见 要如理思维 要明白 明白那个道理 第一个先听道理 有善有恶有意有报 那么听道理 然后你能明白这个道理 如理思维 专精思维 硕硕思维 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明白这个道理是为了什么 为了要一知修行 第一步要怎么做 第二步要怎么做 我常常会问 你送什么金 很多人都送金刚经 那我问 那你为什么要送金刚经 很多人都说 金刚经 有功德 功德比较大 那没有人说 送金刚经知道怎么修行的 那我问你 通常就是 你送的金刚经 他就告诉你 每一本经都是 都是修道的 宗旨跟理论 修道的赤地跟方法 修道的殊胜跟功德 好 那么我先告诉我 你先告诉我 金刚经在讲什么 整不出来 或是讲 这无助身心 就讲空 他不能够真正知道 金刚经的宗旨理论在哪 金刚 金刚是在讲些什么 那金刚经怎么修 那你怎么修 要讲到这里 你看每一部经都要这样 你说你读地藏经 那我问你 地藏经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地藏经在讲些什么 那你怎么依地藏经修行 那就念地藏经 那地藏经比较长 那每一天念一卷 上中下卷 那地藏经修行 就变成你念地藏经 然后呢 念地藏菩萨的名号 然后呢 念念定夜真远 大概就这个三个嘛 是这样吗 这个叫做修行方法 跟修行赤地吗 不是 不是 那你念金刚经 那你怎么修行 所谓的修行就是 你能够运用在你的身口意上 让你身口意清净的 所以我们讲 诵经明理静至身心 就是要进化 调伏自己的烦恼 进化自己的身心 那么你如果没有 任何一部经都是这样 任何一部法理都是这样 你念金刚经要知道 金刚经在讲些什么 他教你怎么修行 那你没有依着修行 所以如理思维 这一块就是了解这个 然后要怎么 法水法邪 要依法修行 依着金刚经告诉你的赤地 方法去修行 那金刚经的核心就是三星行六度 那怎么修行六度怎么修 不思 要怎么不思 要怎么依三星行六度 不住色身相威促法而行不思 那怎么样不住色身相威促法而行不思 那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就是要利益别人 要帮助别人 而且帮助别人不求回报 不要因为 你帮助了他他不领钱 或是你帮助了他他还怪你 你帮助了他他没有给你好脸色 你就怎么样以后不再帮助他了 那个就叫注色身相威促法 那你要了解啊 他就是告诉你怎么在日常生活里面修行 有人的时候怎么修 没人的时候怎么修 有境界的时候怎么修 没境界的时候怎么修 那你依着这一部经在修行 那经都是这样啊 可是后来就变成不是啊 就是神秘的他力的 还有还有什么信仰的 这金刚经功德很大 我送的经就有功德 地藏经有超度的功德 药士经有消灾元寿的功德 那么普门品 有有这个所求税满的功德 你要什么都可以给你什么 那所以就变成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差点 信仰的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 为什么可以有 反正你就相信有 那么那么这些功德 一定都是佛菩萨给你的 不是你自己修的 你自己做的一件事就是好好的念佛 好好的念经 虔诚的念 专注的念 好好烧香供养就这样而已 那么功德是菩萨给你的 这个叫他力 那么你也不晓得为什么会有 但是你相信会有 这个叫做信仰的 那到底功德怎么来 功德在哪里 功德有多少 功德是什么 你也不知道 那你也不知道 有没有你都不知道 但是你相信有 而且相信佛菩萨一定会给你信仰的 他力的 怎么给你明明中 自由功德 神秘的 就信这个啊 这个不是佛法啊 所以你要清楚 而且也不是学问的 学问是另外一边的 这个人不用那么多 就讲究各式各样的学运 其实佛法也是一样 各式各样的学运 各式各样的终判 各式各样的理论 一大堆 就是讲出来 是懂非懂 底下听的 就是上面讲的 非常的精彩 就是非常多 但是太多了 我们也不太理解 那个内容 那个名词又很深奥 名词跟名词又经常混淆 概念跟概念之间 又不断弄着解决 所以 所以 你就会不容易 那么他又没有讲到真正的 我到底要怎么修 你只是不断的在说明一些概念 分析这些概念 解释这些知识 但是 没有真正好 那我听完了 我下去第一步要做什么 第二步要做什么 那我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遇到烦恼 我要怎么修 那么这些其实一个就是 你没有办法真正拿来用的东西 没有办法真正拿来用 而且 就是你听不懂 不容易听得懂 然后 你听懂了 也不能拿来用 用了也没有什么 不可以 用了也不能够 到底知道有没有用的 就算你拿来用 你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 用在哪里 你都不晓得 那么这些 其实佛法都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里讲 所以他说什么 他说从现实人生 你看 就是从我们的生活 从我们的生命 所以他就是生命价值的提升 生活品质的提升 他就是告诉你 你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 你现在要做些什么 你才能够得到什么 你现在有什么痛苦 是因为怎么来的 你必须从哪里下手 你才能够解决 是从你现实人生的突破 那么现实人生的问题 那么去着手的 所以现实人生着手 就是下手的正道 从正道的修行 所以他重点在怎么样 重点在依法修行 如梭修行 那你说都不明白了 你怎么样如梭修行 我问你 你法都不清楚了 你怎么样依法修行 不容易 所以这个法 这个法 其实就是 怎么引 怎么指导你 要怎么修行 改变身心的 进化身心的 那么每一个人理解的程度 当然不太一样 但是他重点就是 他怎么让你听了佛法之后 所以听闻正法 如理思维 这中间就讲这些道理 然后要欢喜信受 你听了你都不懂 你也欢喜 但你不懂 那你没有办法受持 问题是你没办法修行 那这个就不是哦 你听的佛法一定是 你自己可以医知修行的 你所修的法门就是 你修了之后会得心应手的 那么就是你会豁然开来 你会内心越来越自在 那一定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这里讲 从现实人生 没有讲那个漫无边际的 那个行而上的 那个玄之又玄的 没有哦 不是哦 佛法不在那边哦 那从现实人生出手的 正确的道理道路 那么再从这一些 就是 就是你 你为什么会受苦 你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那 那 你要怎么正得无我 用什么方法正得无我 那从这个 你为什么会沦违 怎么样可以不沦违 那 所以怎么样可以得解脱 所以你从正道的修行中 得到什么 得到解脱 解脱就是什么 没有业的束缚 没有苦的束缚 没有烦恼的束缚 从这里 那你有没有学佛之后 你的苦越来越少了 你越来越自在 你越来越没烦恼 有没有 如果有 那就表示你修行的方法对了 那你就造次第这样一步一步去 如果没有 那就表示 你所学的佛法 还在很远的地方 你还没有正确的道路 而且很稳定的一步一步的想 一天一天过 烦恼一日一日少 那么智慧一天一天增加 就这样 那么越来越自在 越来越清凉 越来越解脱 其实这样 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后面就开始讲 这个所谓李苦乐的两边 你看 吴比丘后面就讲 开始讲李苦乐的两边 然后就讲什么 怎么样得解脱 这些中道 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吉欠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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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